定风波3月7日 朝代 宋代 作者 苏氏 原文 3月7日 沙湖道中玉宇 宇句先去 同行皆狼狈 于独不绝 以而遂情 故作此词 莫听川林打夜声 何妨吟笑且徐行 逐杖王邪轻圣马 谁怕 一缩烟雨任平生 要翘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邪照却相迎 回首相来潇涩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情 雨意 3月7日 在沙湖道上赶上了下雨 拿着雨句的仆人先前离开了 同行的人都觉得很狼狈 只有我不这么觉得 过了一会儿天晴了 就做了这首词 不用注意那川林打夜的雨声 不妨一边 不妨一边隐永长笑着 一边悠然地行走 竹杖和草鞋清洁的胜过骑马 有什么可怕的 一身缩一刃 平风吹雨打 照样过我的一生 春风微凉 将我的酒一吹醒 寒一初上 山头出情的斜阳 却应时相迎 回头望一眼 走过来遇到风雨的地方 回去吧 对我来说 既无所谓风雨 也无所谓天晴